欧洲现在必须醒来 就在这个时候 欧洲最大的核电站着火了 目前俄罗斯坦克正在发射核装置 这些坦克配备了热成像仪 也就是说 他们知道在哪里拍摄 并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我呼吁所有乌克兰人 所有欧洲人 以及所有知道什么是切尔诺贝利的人 我呼吁那些知道核电站爆炸 带来了多少悲痛和伤亡的人 这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 数十万人与其后果做斗争 数万人被疏散 俄罗斯想重复这一点 并且已经重复了六字 欧洲人请行刑 告诉你的政客 俄罗斯军队正在炮轰乌克兰能源 戈达尔市的核电站 有六个动力单元 切尔诺贝利只有一个动力装置爆炸 我们与合作伙伴进行了交谈 我已经与查尔斯 米歇尔 肖尔茨 杜达 拜登总统 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席 格罗西 约翰逊首相 进行了交谈 我们警告所有人 除俄罗斯外 没有任何国家 曾向核动力装置开火 这是我们历史上 和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 恐怖国家 以诉诸和恐怖 我们都记得 俄罗斯宣传者曾威胁 要让世界充满核尘埃 现在这不是威胁 现在它成为了现实 而我们不知道 车站大火会怎样 什么时候会爆炸 或者会不会发生爆炸 到最后谁也算不上 但是我们这些人 一直守护着核电站的安全 所以没有挑衅 所以没有人可以进入车站 所以没有人可以捕捉到 和我的车站 用核灾难对全世界 进行地雷和勒索 必须立即停止俄罗斯军队 政客们高喊乌克兰 是15个核单位 如果发生爆炸 这将是一切的终结 它将成为欧洲的末日 这是欧洲的撤离 阻止俄罗斯军队 不要让欧洲 因核电站的灾难而死亡